你在他面前也说我是贱人吧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主人 就在这儿 开门开门 这是谁啊 这么没礼貌 开门 又是你 主人 就是他 就是他 怎么了 皮肉痒痒了 牛魔王就牛魔王 互吹什么平天大圣 就是 我这大圣就是冲着你这小圣叫的 怎么样 就算你当了死亡精神 大嫂 你快放了我 要不然我舅舅打进来 你就没命了 你说什么 你舅舅 是啊 那老牛啊 诚心要害你 他好回去踏踏实实的跟那个贱人过日子 他想怎么害我 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 你这么一个乡下孩子 哪来的什么有本事的舅舅 我舅舅 他可是司法天神 险上二郎真君 也叫二郎小圣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二郎神 你舅舅 开什么玩笑 Wal grim 他说他现在就说了 五刀 小使行 我以个儿只有艺舅舅 其他一棚 オオオオオオ 没留意 小兄弟 我给你松绑啊 捆疼了吧 来来来 我这里有药 我给你拿药 擦点药去 擦点药 不用了不用了 主人 抛开的肚子找找 老牛 今天不让你命丧翠云山 我就不姓杨 慢着慢着 二郎镇君 你万事没死 没死 他是不好意思来见你 他说他偷了你一只袜子 袜子 真够劲 他说你这只袜子 能装下十万天兵天将 你找到这只袜子 就不会再找他了 他在哪 他从后门走了 快带我们去找他 好啊 二郎镇君 请 夫人 断开你 镇君请 走 走走走 走 后门在这儿 明明就是从这儿走的 他一定还在洞里 找 是 天地无极万里 追踪 你动什么圈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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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洞里 儿子干 beiden 是 后意 是 那 天啊 春香 快 过来呀 快 沒事 快過來呀 你這孩子 怎麼這麼優柔寡斷 快點過來 主人 她在這兒 讓你猶豫 讓你膽小 這下怎麼辦呢 陳香 你太不聽話了 我聽話 我聽你的話 我娘就出不來了 別以為我曾經對你好過 就不會殺了你 你真嚇得老手殺我 如果你現在回頭 我非但不會殺你還會幫你 那我現在決定了 我不會回頭的 陳香 我試試他 你決定了 你說過 大丈夫一言即出 司馬難追 好 好 那你就別怪舅舅心狠了 我 楊敬全 在 先殺陳香 後殺劉燕成 是 楊姐 你可別忘了 你跟陳香可是有血緣之親的 我 清楚 我 嗎 我 你 你 你也逼我 就像你娘当初逼我一样 就像你娘当初逼我一样 他怎么逼你了 难道小孩子想见母亲 有什么不对的吗 这关你什么事 真以为你是东海的四公主 我就不敢杀你了吗 杨简 有本事你杀我 不关此一母的事 陈相 你不怕死 我怕 谁要来杀我 我都会害怕 可我偏偏不怕死在你手里 你来吧 这么小小年纪 就会用感情来要挟别人了 我杨简从来不受任何人要挟 小天权 在 你还当什么 主人 属下还是没明白 您说的那个人性 不不不 我 我是说 您真的要杀啊 四姨母 杨简 你有种就自己动手杀我 你让小天犬杀了我 当你愧疚的时候 你就可以杀了小天犬为我报仇 这也算是给你良心一个交代是不是 胡说八道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杀了我 碰下 是 好 我就亲手杀了你 快 vocês 说 慢着 连你也要来多管闲事 二郎神 你知道吗 我这两天就要上天 向娘娘提交花草清单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 这件事我二郎神没有做错 也不怕娘娘知道 那么那件事情呢 仙子说话太深奥 养眼听不懂 好 那我就从头给你一一道来 盘古开天辟地以后 他的一只眼睛化作了太阳 另外一只眼睛化作了月亮 他的睫毛 别说了 好 不说了 把尘香放了吧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如果尘香不会有事 那就没有几个人 再会知道这件事了 万一尘香有个三长两短 我保证 天界各路神仙都会知道此事 四公主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 给你试了定神法呀 四姨母 走 尘香快拜见百花仙子姨母 您就是百花姨母吧 尘香拜见百花姨母 尘香快让姨母好好看看您 真不愧是三春母的儿子 长得这么俊秀 他已经走出刘家村了 什么 你是知道的 这件事让天庭知道 尘香刘燕昌没有一个能活 而你要受到的惩罚 一定比现在更严厉 二哥 你让我再见他一次 我一定能劝他回去 你的法力即将耗尽 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你可以帮我 你帮了我就是帮了你自己 你也不希望这件事闹大吧 我会用我的办法让他回去 那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广寒宫那件事 你究竟告诉了多少人 我没跟别人说 但我不知道嫦娥他有没有 二哥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能够劝他回去的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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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主人 属下斗胆多聚嘴 那盘古的睫毛 属下只是有些担心哪 万一百花仙子向天庭提及此事 是 再去一趟芭蕉洞 哎呀 夫人 你看我怎么可能成心害你呢 哎 一定是那小鬼挑不离间 哼 两百年都想不起来回来一趟 今天平白无故地跑回来 你干什么 我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啊 啊 你想我 嗯 我看你是想要害死我吧你 哎 哎 哎呀 跟你说实话吧 嗯 这两天 我和玉面公主办了两句嘴 你这娘们 你居然不让我上床了 你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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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这叫什么事啊 哎呀 哎呀 老娘 哎呀老 老娘救我啊 啊 老娘 你别过来 哦 你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有种的冲我来啊 你我都很清楚 咱们两个要动起手来 三天三夜也分不出胜负 我懒得费那功夫 嗯 那 你想怎么样 要想让你老婆活命 你得替我办件事 什么事儿 进去我告诉你 陈香 还有她的父亲刘艳昌 嗯 以及东海的四公主 都藏在苏州百花园 哦 你去给我杀了刘艳昌和四公主 啊 把陈香和百花仙子 以及所有的花仙子 都给我抓起来 哎 哎 这别人倒也罢了 那百花仙子 可是天下穷方的首领 哎 抓了她 这事儿恐怕就闹大了 肯定会惊动天庭的 哼 你愿意做就做 不愿意做 我也不求你 不过 等着给你老婆收尸吧 啊 真是奇怪 这孩子既不像三圣母 也不像你 今天在翠云山 只要她跑就有机会 就是因为胆子小 加上优柔寡断 竟然连跑过来的勇气都没有 回去之后你要好好调教调教 是 是啊 只要跑 就有机会 父母 就我不想 去哪儿 他咱们 去哪儿 越来越多了 对了 我正好有事想问您呢 什么事啊 那个盘古的睫毛 是怎么回事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就不用怕他了 你错了 你知道以后 他一定会杀你灭口的 可是 您不是也知道这件事吗 他会不会 你姨母我是天下群方的首领 天庭风的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可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所以我才有恃无恐啊 以前 我总盼着在梦里 能见到我娘 每次在梦里见到她 我都很高兴 可是今天 我不敢见她 我胆小 我怕死 所以 我把我娘放弃了 沉香 这不是你能左右的事情 这世上 我们左右不了的事情 太多了 若人人都像你这样想 那活着该多痛苦啊 爹 你看那儿 这在哪儿了 帝 看这里 站在哪儿呢 看这里 看这里 真好玩 看给你一个 好给你看看我这个 好玩这个 爹 我肚子吃坏了 我要去茅厕 去吧 在那边 这回人倒是齐了 怎么抓着 好 我干脆先把这小鬼抓起来 再把他们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以往打劲 哎哟 熏死我了 真臭啊 真好吃 你也尝尝 哎 尘香呢 他没在里面 快我们去找找 快走 上那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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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做二不休 先找个地方睡觉 晚上再说吧 哎 哎 喂 看得到 来 尘香 不要 对啊 哎呀 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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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香 陈香 有没有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男孩这么高 怎么样 找不找到啊 没有啊 是你了 真抢啊 强盗抢马了 接住他 驾 驾 这位大哥 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你看到过吗 没有 多谢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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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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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陈相 得把老牛引开 偷嘴吃的老牛 走 莫非有人发现老牛的行踪 这事可露不得半点马脚 干干 百花姐姐玫瑰回来了 好 在哪儿 百花姐姐怎么样 找到了吗 这人越来越少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怎么办呢 怎么哪儿也找不到啊 真是 这 这是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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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百花园里的众仙子 都让我老妞给抓回来了 不过 那刘延昌父子和那四公主 怎么了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不是告诉你 等人齐了再动手吗 人齐了 我怕得再等 就连这几个都跑了 就连他们自己 都找不着刘延昌父子 你让我上哪儿找去啊 那些人怎么办呢 杀 杀 不好吧 这万一将来 这罪可就大了 要杀 你自己去杀吧 我不干 王母娘娘已经下旨 让百花仙子上天面圣 现在他们失踪了 王母娘娘一定派我来查这件事情 你怎么不早说啊 这 这可怎么办哪 你慌什么 到时候我随便抓个妖怪 就说百花仙子已经遇害了 王母娘娘一定会另立百花仙子 这事就算完了 所以你必须要除掉他们 免除后患 那山七什么时候放过来啊 在家等着吧 这 上山七什么时候放过来啊 这 与上山七什么时候放过来啊 不是毒架吗 吗 4 der 百花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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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仙子 牡丹仙子 畜生 杨洁 百花仙子 牡丹仙子 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畜生 骂呀 你接着骂呀 骂 我当然要骂 杨洁 你这个猪狗不如六亲不认 心狠手辣的畜生 你以为毁了百花园 就能杀人灭口了吗 三界之内知道 你毁了广寒宫玉术的人 何止千千万万 你是杀不完滅不尽的 你别以为这件事情 可以瞒得过天庭 我和三圣母已经把这件事情 告诉很多人了 你是杀不绝的 说 你们都告诉谁了 你想知道吗 只要你告诉我 我可以饶你和陈湘不死 好啊 你过来 我告诉你 吐得好 我让你全吐出来 言行逼供 直至他说出来为止 是 来吧 杨姐 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恶毒 你要不说 我就当着你的面 把你儿子掐死 去 把陈湘给我抓来 是 天地无稽万里 追踪 走 不对呀 气味是在江边消失的 上游水流这么快 对 难道是我走得太快 他就算坐船也不该到这儿啊 不管了 先弄点吃的再说 好 什么破门啊这是 好 大难不死 必有活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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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啊 好 这么金贵的书 还有衣服穿 对了 别脱 别脱我衣服 求求你别脱我衣服 妖怪 都说我胆子小 看我胆子小不小 你看 我只是求个方便嘛 这么冷的天 我浑身湿淋淋的 而你一个树精 那么厚的皮 还穿什么衣服呀 借给我 我烘干了衣服就还给你 那 那你烘干了衣服马上还给我 一定一定 好像是小姑娘的衣服 难怪她这么害怕 穿上像什么样子 喂 你怎么还不红衣服呀 哦 我在找 哪里有火呀 那我帮你烘吧 哦 你还真会点法术啊 这点法术就不会 还叫什么要对啊 这么快 你可以呀你 啊 哎 衣服干了 快换我衣服 哦 好 好 哎 你要去哪里呀 我 我穿衣服呀 你干嘛不在这里穿啊 当着女孩子的面多不好意思啊 那你脱衣服怎么就好意思了 刚才不知道你是女的呀 那 你不会不回来了吧 哎 不会的 我换好了衣服就把这个还给你啊 等着啊 哎 哎 哎 你一定要回来啊 万一 她穿上衣服跟我翻脸了怎么办 她会法术 我一定斗不过她的 喂 你还在吗 喂 人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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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妖怪长得还挺好看的 跑是跑不掉了 跟他斗志 牛魔王的老婆都斗不过我 一个小妖怪算什么 小妖怪 暗算别人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 跟我来逼逼 逼什么 你 就是那个小树精 我 我不是树精 那你是什么精啊 不告诉你 你说吧 你要跟我比什么 我们比 比鞋跑得快 那你肯定输了 我可会驾云 我也会啊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驾云啊 我 懒得驾云 懒得驾 好 我跟你比 如果我赢了呢 你要是赢了吧 我就给你当马棋 你走到哪儿 我都拖你到哪儿 你要是输了 你就给我当马棋 我想到哪儿 你就拖我到哪儿 怎么样 你自己不会是会驾云吗 干嘛让我驾云 给你当马棋啊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懒得驾云 我叫陈香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树 怎么比啊 我喊一二三 然后我们一起跑 一个时辰以后谁在前面 谁就算赢了 那好啊 你喊吧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来 听我的 一二三 跑 我来啦 我追上你啦 还好没追来 这 天黑没黑 你怎么就亮了 不管了 先歇会儿 那个打扰了 借贵地歇会儿啊 歇吧 歇吧 刚才那个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回来给我 回来 走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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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往哪儿跑啊 我容你们啊 你 来了 为什么要骗我 我有戳下追踪 怕你跟着我有危险 真的吗 你看是假的吗 快点 快 好啊 快去哪儿 快走 快走 这边 来了 我不抓住你们 我势不为犬 快 追上来了吗 这这边 快 这边 这边 斗子 啊 姥姥姥